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又将迎来传统佳节,端午节。端午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一个让人向往的节日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每个人都期待着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。 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将从十二生肖的角度出发,探讨如何让每个生肖在端午节期间度过一个更加充实的假期。 生肖鼠,鼠鼠的人机智聪明,喜欢追求新鲜刺激。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考虑参加龙舟比赛或观看比赛。 这不仅能满足他们对刺激的追求,还可以锻炼身体,增强团队合作意识。 此外,鼠年的人也可以亲手包粽子,体验传统的端午文化,同时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分享美食的乐趣。 生肖牛,鼠牛的人踏实稳重,喜欢安静和宁静的氛围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选择一些安静的活动,如阅读经典文学作品,绘画或写作。 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他们沉淀思绪,享受独处的时光。 此外,牛年的人也可以选择一些户外散步或徒步旅行,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。 生肖虎,鼠虎的人充满活力和冲劲,喜欢刺激和运动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参加户外运动,如登山、攀岩或骑行等。 这样的活动既能满足他们的体能需求,又能让他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,释放压力。 此外,虎年的人也可以组织一场烧烤派对或户外野餐,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快乐时光。 生肖虎,鼠虎的人温和细腻,喜欢温馨和亲情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安排一次家庭聚会或与好友共度美好时光。 可以一起制作粽子,品尝美食,聊天笑语间增进感情。 此外,兔年的人也可以选择观看传统的龙舟比赛,感受节日的喜乐与热闹气氛。 生肖龙,鼠龙的人富有创造力和艺术天赋,喜欢追求独特和个性化的体验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参加传统的草药香包制作活动,体验手工艺术的乐趣。 此外,龙年的人也可以选择参观艺术展览或参加艺术工作坊,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,发挥自己的才华。 生肖蛇,鼠蛇的人理性深思,喜欢安静和宁静的氛围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选择参加传统的文化活动,如品味龙舟纵,观看民俗表演或听古典音乐会。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满足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追求,还可以在宁静的环境中享受自我沉思和放松。 生肖马,鼠马的人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,喜欢多采多样的体验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尝试新的户外运动,如水上运动,滑翔伞或草地足球等。 这样的活动可以满足他们对刺激和挑战的渴望,同时也可以与朋友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刻。 生肖羊,鼠羊的人温和善良,喜欢和谐与宁静的氛围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选择参加一些修身养性的活动,如瑜伽,冥想或书法班。 这样的活动可以帮助他们平衡身心,培养内在的宁静与平和。 同时,阳眠的人也可以组织一场家庭烧烤或野餐活动,与亲人共度美好时光。 生肖猴,鼠猴的人聪明机智,喜欢多样化和创新的体验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参加一些有趣的团体活动,如户外拓展,解谜游戏或参观科技展览。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满足他们对新鲜感的追求,还可以锻炼团队合作能力,增进与朋友之间的默契。 生肖鸡,鼠鸡的人注重细节和品味,喜欢安稳和舒适的环境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选择参加传统的手工艺制作活动,如编织艺术、陶艺或烘焙课程。 这样的活动可以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,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耐心和专注力。 此外,今年的人也可以选择享受一段放松的时光,例如享受温泉按摩,阅读一本好书或品味精致的茶道体验。 生肖鸡,鼠狗的人忠诚正直,喜欢与亲人和朋友共度美好时光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组织一次家庭聚会或朋友聚餐,共同品尝传统的粽子和美食。 这样的聚会不仅能增进感情,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家人和友谊的温暖。 此外,狗年的人也可以选择参与公益活动,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,体现他们的善良和关怀。 生肖猪,鼠猪的人善良宽容,喜欢与家人团聚,享受平和而幸福的生活。 在端午节期间,他们可以安排一次家庭旅行,到自然风景优美的地方放松身心。 也可以选择陪伴家人一起烹饪传统的端午美食,共同参与家务劳动,增进家庭的温情与和谐。 每个生肖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偏好,在端午节期间,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肖特征选择合适的活动,以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。 无论是追求刺激的运动,还是安静的思考与放松,每个人都可以在端午节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,体验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满足。 同时,我们也要珍惜这个传统文化节日,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,让端午节成为一次心灵和文化的洗礼。 事实上,现今的社会关系中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,其中的运势高低与自己的生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云云众生却也不知道自己的运势,事实上与自己过去所种的福田有关,希望各位朋友也能耐心听听, 过去佛陀时代的贫女一灯这则有名的故事,就是有一位贫穷困苦,当乞丐,衣不能遇寒,讨饭不能得饱的老妇女,看到国王,大臣,甚至一般的百姓都在殷勤诚恳地供养三宝,有的点灯,有的供宅饭。 他一看,深有感触叹道,哎呀,我就是过去是没有不失,所以这一世才这么贫困。 所以他就很想不失,点灯供佛,照亮奇缘惊涉,可是没有钱,只好去乞讨。 这样,从早起讨到晚上,好不容易讨到一毛钱,就拿去买灯油供佛,老板问他,你一毛钱买的油只有一点点,你要做什么用呢? 他就把他的心情告诉老板,老板非常同情他,也非常赞叹他,就随喜地加倍给他一些油,让他可以勉强点亮一盏灯。 他就以这些由来点灯供佛,供养惊涉,同时发了一个很深重的誓愿,说,希望以这盏灯供佛的功德,能使我将来得到大智慧,照耀大众,使大众离开贪嗔赤的余暗。 结果这盏灯照得非常明亮。 第二天天亮了,值班的就是神通第一的目间连尊者,他看所有灯都灭了,就来收拾这些灯具,可是只有一盏灯一直很明亮, 而且连灯柱都没有损失,好像刚点的一样,他用手要把灯灰灭,可是灰不熄,再用袈裟大力灰也灭不掉。 这时佛陀看到了,就对目间连尊者说,这盏灯不是以你生闻的力量就可以熄灭的,因为供养这盏灯的主人所发的心非常广大, 即使你用四大海的水也浇不熄,用山中的大风也吹不灭的。 这时候,这位贫女也来到佛前,向佛陀顶礼,当下佛陀就为她受祭,说她在二世间之后能够成佛,佛名为灯明佛。 这位贫困的女人所不失的这一盏小灯,胜过当时的阿蛇世王,胜过百尘,胜过所有不失的灯,为什么呢? 因为这盏灯是贫女所有的财产,她是以她所有的财产发了这个阴重的怨,而且是为众生而发的,所以贫女的这一灯胜过负者的千灯万灯。 以上生效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